我覺得我們家妹妹最近身體不太好了 因為之前過年前她都還有吃藍鑽蝦 吃很多 然後過年因為買 因為我吃那蝦子過敏後來就退掉以後 我就過年她就不吃藍鑽蝦 她自己也不太吃 然後我就改給她吃干貝 她就吃了10天的干貝 可是她肉肉就吃很少 我就覺得她身體不太好 不過她二月就15歲了 所以她現在是滿15歲生日 可是 因為她這幾天就吃很少 而且 她雖然是長 肉圍 可是她頭上這邊長了一顆 硬硬的 我是不知道有沒有人會 沒有抱不抱自己的毛 可是 像我這樣摸她頭就一顆硬 就知道她頭上有東西 但我本來就知道她有腫瘤 然後 我之前本來買的拼圖 要拼這超大張2000張的 可是因為我一個人拼不完 我就跟妹妹說 這個可能 如果她真的 不舒服 在她還在的時候可能就拼不完 到時候再拼了 放在腳裡當紀念 然後 所以就先買了那個小木剛好 過年有折扣 讓她看到漂亮的小木也不錯 然後 我剛才錄影一直 突然就斷線了 不過我們家反正 因為她們是貓 所以我很不會怕 例如說像我的 台燈有時候會突然亮 不過也沒